生活里的马达哈总是能给人带来困扰 有刚刚这种掉了字忘了补的 还有哈哈曹这种借了钱忘了还的 你们看看的这张脸像不像是欠钱了呀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后跟大家见面了 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哈哈曹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圈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长得好看的与命迹都不会太差 这事你们可能就会问了 不是爱笑的人迹都不会太差吗 我告诉你吧爱笑的人长得好看 虽然说这个长得好看不能当饭吃 但是你看我们设计部的小张买水果的时候 遇到的这个事就足以证明了长得好看 还是一件很有优势的事情 老板娘撑一下这个西瓜多少钱 十块八十块钱算了呗 那歇下了啊 不歇这桃子还不错你拿个长生 以上是我前面一个帅哥买西瓜的对话 然后我买梨子的对话是这样的 一共七块四 七块可以吗 哎呀我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啊 赚不了几毛钱的 你这个梨子是好梨子 我金价都很贵的 一金也就赚几毛钱 现在天气热水果都放不了多久 我们赚钱不容易的 快别说了 让我去哭会儿 老板也是按规矩办事 你就别为难人家老板了 生活不容易啊 看完竟然有想哭的冲动 心疼你 要坚强 微笑面对每一天 小张的遭遇 让我深刻的认识到了 没事 还是得多绕照镜子啊 生活处处有惊喜 除了日常生活啊 偶尔的一点那个小医 也能够让人猝不及发 这不 我们波波同学 就经历了这样一场 去医院打针 胡适能是扎了三次都没扎中 准备扎第四次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 结果放下针头对我说 你等一下 然后走了 我想终于还是坏人了 结果过来一会儿 进来一个护士说 刚刚那个是实习的 你当我是傻子吗 之前那个戴口罩 齐刘海 现在口罩取了 齐刘海用夹子夹到了一边 你以为这样 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工作证还不是同一个吗 扎心了 不 扎肉了 想着都疼啊 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眼视而不见 精疼伯伯同学 我感觉到你应该是遇到了一个家户主 不过扎的可是真的真的 又成功 不过话说回来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或许下一次就扎成功了 对吧